王医生你好 请教一个问题 我经常看到这个保健品 有的呢说要空腹吃 有的呢说要吃饭的时候吃 我最近买的那个萝卜硫素 他说这个呢要在吃饭前 或者吃饭后的30分钟以内吃 这个各种吃法都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有的要饭前有的要饭后 有的要空腹 有的要吃饭的时候的吃饭的30分钟以内 那像这种NMN啊 萝卜硫素这种保健品 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决定了 它是要空腹还是这种吃法 你有所了解吗 这个具体的保健品 它的服用方法是不一样的 每一个都不一样 这个NMN呢 一般的是不要建议是空腹使用 然后你讲的那个萝卜硫素呢 那个最好是不要在早上服用 我们的经验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还有的是随餐服用的 像你那个萝卜硫素 我觉得是吃饭吃到快结束的时候 服用是比较好 因为胃里面有点食物 因为它那个可能还是对胃时候 有点胃淋抹的时候有点刺激 它是硫化物嘛 就跟那个大蒜一样的是吧 大蒜你尽量不要空腹吃 就是吃饭的时候吃随餐 我大概明白这个意思了 就是说随餐服用是最安全 就是跟吃饭的时候 跟这个饭啊菜啊一起吃 或者说在吃饭吃菜的之后 五分钟之内十分钟之内 马上吃肚子里还有东西 这个时候是安全性最高 然后如果是有的要求空腹呢 它这个就是在追求这个效果 追求效果的时候可能是空腹 比如说有些像那个David Sinclair 他说早上一起来第一件事情 这个白粒芦醇 加酸奶 加NMN 他就先吃了 那这种人可能这么做 可能是为了追求他这个 在空腹时候吸收的效果的最大化 对不对 应该是的 应该是的 这个保健品嘛 这个本来它在国外的翻译 它就是叫膳食补充剂 所以一定要注意 膳食补充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平时你的食物中可能会少 那你吃饭的时候 你随三服用 我这个完全没问题 是吧 如果你想追求 这样你说的最大化效益 像那个水溶性的维生素 什么B族 C族 这种空腹服用 这个没问题 空腹服用没问题 并且维因素C的话 它可以加速铁的吸收 你怕吃饭吃太多了这种红肉 然后你又想这个 不让自己这个铁质得到很多的吸收 那你就可以空腹服用 在空腹的服用 服用没问题 每个人的需求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一定要搞清楚 吃保健品的目的是什么 还有你吃的保健品 你一定要看清成分 我们身边确实现在很多人 保健意识很强 想吃保健品 但是你一定要搞清楚 你的保健品可能 一点不保健的 里面其他的杂志太多了 我就不讲别的 第一个是转基因 第二个是过敏源 第三个最严重的问题 就是重金属 这个都没有报告的 这个不能乱吃的 好的好的知道了 非常感谢王医生分享 谢谢 谢谢 谢谢